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场上的技能是一波接着一波 但是要冷静的看地面上的技能预警 合理走位躲避伤害 这里萤火又释放了一个大火弹 朝我们的刺客滚了过去 然而刺客早就看穿了一切 马上隐身躲避掉了伤害 现在我们的地势中了boss萤火的每位技能 boss会一直追击着他 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一旦追击上 将会给他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此时此刻只要与同伴交换一下技能状态 就可以使boss进入一个减速的状态 并切换追击的目标 我们看到刺客上前走到地势的红圈内 地势头上的苹果就转移了目标 合理的分配交接时间 适应对这个技能的关键点 经过一番苦战 大虫子boss的血量已经见底 现在我们可以灯载上boss控制他 去碾碎战场上的重卵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重卵没有被破坏 boss醒来会进入狂暴的状态 这里需要大家配合默契 合理控制平衡和加速 否则就会像我们这里一样被全体晕眩 浪费宝贵时间 突击团的开场 我们对抗的是一个蛇性boss 此时我们需要大家互相合作 击破头顶的包夹水晶 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 躲避红色预警圈 不要紧凑走位 不然很容易造成团灭 在输出治疗时 地面会出现斑斓的预警信号 要毫不犹豫的躲避boss的技能预警圈 几秒后将在预警区造成大范围的追星伤害 boss在这里召唤了地兽 封锁了整个边境 并向前面移动 如果被地兽碰到的话 将会受到大量的伤害 会造成团灭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集火一只地兽 打出一条生存之路 此时boss醒来又释放地震的技能 随机的落下石块 地面开阔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 推动右上角的石球来打断boss的施法 现在由于地兽的缘故 我们无法达到石球的地点 所以我们依旧输出 因此作罢 当boss达到这个血量的时候 将会召唤出一个世光兽 它会释放一个共争技能给玩家 玩家的技能栏将会被替换 以及持续掉血 但可以将这个共争状态传给其他队友 在短时间内已经受到过影响的玩家 是不可以再次接受此状态 否则会造成一击一毕杀的情况 小伙伴们在挑战的时候 必须合理分配传播弓箭的时间和传播的队友哦 在火祭坛的战斗中 重生的火魔对我们的弓箭手释放了狂乱惊咒的技能 在这个技能的影响下 弓箭手如果连续5秒没有移动 那么他的周围就会出现范围性的紫色火焰 会给队友造成伤害 站在他旁边的队友被拉坑了一下 马上就躲开了 应对这个技能 我们可以移动自己 或者远离自己的队伍 千万不要坑队友哟 在战斗的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注意boss从周围释放的小火球 这些火焰型的真元 会螺旋状的在场地上移动 如果接触到的话 伤害还是比较的高 所以需要及时的躲避 在与火凤的战斗中 需要注意他会释放出隐身的火魔来偷袭玩家 此时 队伍中只有一个队友才能看到隐身的火魔 如果没有及时击杀 将会给队伍带来极大的困扰 我们的队伍弓箭手还是非常的给力 用非常短的时间就激火消灭了火魔 接下来凤凰会召唤火线技能 他会召唤三条火线跟随队伍中的三名队员 并沿途留下火焰 火线追踪的速度很快 一不注意就会被烧伤 所以一定要注意躲避 凤凰飞向空中盘旋几秒后 俯冲下来会沿着直线喷射出火焰 并燃烧地面留下火焰立场 同时还会召唤小火灵攻击队伍 小火灵走入火焰内还会净化成紫色的大火灵 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BOSS喷射的火焰 还要迅速击杀召唤出的小火灵 避免他走入火场中 这样就可以成功渡截 你们学会了吗 五天志625卡战内侧限量注册 等你来战